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多方最后的心理防线应该就是在3144点 这样的话下午要观察的就是两个 第一下午如果上证指数跌到3144点附近时 多方最后的自救会不会把指数强行拉回到3190点上方 第二如果上证指数跌破3144点 那么跌破后市场内会有多少恐慌盘杀出 另外房地产板块上午的异动应该和昨晚彭博的一则消息有关 彭博昨晚的报道中提到 北京有可能会放开对一线城市首套房的管控 这个消息目前真假不知道 但对于地产我们不建议追 理由是考虑到地产板块的权重相对比较大 所以如果地产板块真的开始动 那么指数应该是可以占回3190点 而不是现在这样 操作这边目前的操作逻辑就变成了 对中线股持有底仓 然后用部分资金去抓个股短打机会 同时机构的抱团股这边 我们估计应该会在指数跌破3144点后 开始慢慢显露综艺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周末再见 谢谢 感谢您的视频